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好你剑步如飞的双腿 跟着我长遍所有美食 晚遍所有国家 哈喽民国112年9月17号星期天 欢迎大家来到酒吧新闻台FM98.1的超级玩乐大帝国节目 我是主持人姚顺 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跟大家聊的是去一个海外的深度旅游 去国外 去哪里 去巴基斯坦 疫情解封以后 所谓后疫情时代来临 旅游还有生活的消费习惯 很多人都改变 价值观也变 像在旅游上有个很明显的趋势 越来越多的人他们认为 要趁着年轻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清单 当然市场上有专门做梦想清单旅游的旅行社 最重要我们要讲的是消费习性的改变 越来越多人体会到大概是生命无常 所以因为疫情 所以觉得应该要早一点 自己趁年轻到世界各国 可以跑得动的时候到世界各国去看看走走 所以市场上就出现了巴基斯坦 单国的深度之旅 那嘉兵旅行社 嘉是家人有约的嘉 兵是兵分的兵 嘉兵旅行社 他们就设计了一条巴基斯坦 帕米尔高原15天的行程 一讲到这个巴基斯坦 大家会想到哪里 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想到 就一天到晚就在那边打仗 对不对 印巴边境的冲突 印度跟巴基斯坦 那其实不是了 这中间有非常多的这个古文明 值得探索 而且还有地质地形的奇观 所以嘉兵旅行社 他们就设计了这样的单国深度之旅 我们今天就跟他们的专业的领队 林志宏 连线由他来跟我们来介绍巴基斯坦 志宏在线上 志宏好 哈喽 姚大哥好 各位听众好 嘉兵旅行社成立多久了 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旅行社 对不对 对 我们要庆祝十周年纪念 十年也算 也算也算有一点历史了 可是十年要扣掉疫情的三年 对要扣掉三年 没错了 对啊 疫情很辛苦嘛 尤其对旅游从业人来讲 对不对 他们真的真的 而且而且旅行社是最后最后才复原的 对不对 对啊 对 但是我们家还算跟客人来讲算 客人还蛮重顾我们的 所以我们只要一开放 那我们马上第一团就去哪里呢 就是去这边的巴基斯坦 是哦 你们家开放操作的第一团就是去巴基斯坦 对啊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 阿瑟 我英文名叫阿瑟 阿瑟 阿瑟你怎么那么厉害 怎么不出去折移 出去就是去这么奇妙的地方 你是亚瑟王 巴基斯坦以前在台湾附海外旅行团里面 他算在哪一条线 然后以前有没有人操作 还是他是附属在什么样的行程中间 基本上好像很少就是附属在任何的一个行程里面 因为他单国这一个的行程 单国这个国家巴基斯坦 他其他的文化背景就已经很多了 通常如果有的话 如果硬是要跟哪一个国家合在一起 那就是隔壁的阿富汗 真的啊 跟阿富汗 现在市场也有人在操作 操作阿富汗 对不对 疫情前期已经有了 有有有 有有现在好像也有 现在也有 现在也有 OK 那你们家怎么会想要 专门做深度的巴基斯坦 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因为我们家本 我们家的嘉宾本来就一直都是在做这个特殊线的啦 对那刚好就是说 巴基斯坦这边来讲的话 因为他 其实除了像我们亚洲这边 就是算就是东亚这边的 去的人会比较少一点点 但是在对西方来讲 他已经开放很快了 所以在他们local来跟我们讲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说这条线其实是可以去的 因为在当地来讲 他们已经很多的外国人 就是欧美那边都去了 对那刚好我们也有客人说 他想要去参加一些比较不同的行程 所以我们就觉得第一团我们就去了那里 这样子 第一团很成功 对很成功 我们来上第一课巴基斯坦的 认识巴基斯坦第一课 第一个他到底确实的位置在哪里 第二个我们要飞要怎么个飞 巴基斯坦的话 他就在印度的旁边 然后印度跟阿富汗的中间 最有名就是北边的帕米尔高原 那其实就是我们有一半 有一点部分的地方就是克什米尔 克什米尔应该大家想到 克什米尔就是那种羊毛的地方 那我们要怎么过去呢 因为他其实那边的人口非常的多 所以他在占的一些航空的比例 去到那边其实非常多 对我们来讲其实比较陌生 但是对于一些像印度或者是 巴基斯坦那边的人口来讲的话 他们很多飞机飞那里 像如果我们台湾出去的话 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是 你可以走新航也可以走太航 那我们这次的话走的是太航 那我们是双点进出 双点是双点进出 双点进出是什么意思 就A点进B点出 对A点进B点出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需要拉来回头车 这种回头路啊这一些的 对那你像当然 你一定是有一个量 才会这个航空公司做双点进出 所以其实去的人其实非常多 很多 可能就不只是台湾客了 对所以像我上次去 这一次那一次去的时候 就是其实飞机都是满的 真的哇 没有其实因为班次不够 班次不够很容易满 对不对 如果这样讲的话 对对对 疫情疫情开放到现在 很多的航点 包括航点也都没恢复 那更不要说航班的航 航班数量就减少 减少嘛 然后这样才能够操作 比较贵的高高价的个人票吧 对 所以放出来的团体票 是相对有限的 对 团体票比较便宜嘛 他的U就比较产值比较低啊 对啊 但是我们客人都比较 享受一点 所以他们都做商务场啊 你们的客人都喜欢做商务场啊 个人因为稀有型的 而且要15天的假 恐怕也不是一般的 一般人可以放的 年轻人就很难嘛 对对对 对对对 你要累积到15天的假 我们家的客人当然他 当然因为价格比较高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 我们年轻的 年轻的也有 长辈也蛮多的 但是大部分 我们嘉宾的旅行社来讲的话 我们的客群算是在业界来讲 算平均是年轻的 哦你们是相对平均 就是说做深度 单国深度之旅 稀有形成 而客人却相对年轻的 你们家是这样 对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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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其实我不知道 可能是因为我们家公司 是算比较年轻的 而且我们在 对网路行销上面来讲的话 做的比较透彻一点 所以很多的一些客人 因为这样的关系 年轻的客人 比较看这种 看的比较多吧 对所以接触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相对性客人都会比较年轻化一点 很多我太多短很多都差不多跟我一样年纪 甚至有一些年纪比我还要近 那我不礼貌的请问你一下 隔下跪根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干嘛把挖洞给自己跳呢 对对对对 跪根像我一样年轻 哎那是多年轻 来你说 呃四五四岁了 这叫年轻哦 哈 对啊 哎我们大部分还是很多 因为才能够参加起了 大概都大概六十左右的 啊你是在说我 五六四左右的 你是在说我我也我也去不起啊啊啊呃年轻的心 年轻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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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我但是我们也有客人二十几岁的啊很多 我也超级多的 真的啊 那加加近优哦 呃您如果要这样说也是啦 哈哈哈哈 真的啊 好了 对啊 巴基斯坦多大 这个这个国家土地面积多大 然后呃他的背景啊 呃这个国家的话 以前他们跟印度是一起的对不对 嗯 对这个国家的话呢 他以前的话 他他是在英国殖民时期的时候呢 整个地方呢 他是属于英国的殖民地 那称为叫做东印度公司 那包括 什么什么什么殖民地叫东印度公司 不对啦 东印度公司是一个公司哎 对但是他的这个 那个他在他处理的这个公司呢 他就叫东印度公司 所以整个地方 什么叫处理的公司 因为他呃 他治理这个国家管理这个国家 治理这个国家管理这个国家 然后呢 他是由这一个呃 算是半官方的一个公司来去经营 这个殖民地 哦 所以这个地方称之为叫做东印度公司 这个地方的名字叫东印度公司 就是整个啊 应该怎么讲应该是 处理这一个的官方的地方叫东印度公司 对嘛 应该是说在那个年代英属东印度公司 治理这个地方 他等于像有点像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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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疆区域后对不对 风力啊 没有错 对没有错 那他的他的地方呢 就包括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印度 嗯 然后呢 巴基斯坦 跟还有那个呃 突然忘记那个地方叫做了 哈哈哈哈 哎 印度巴基斯坦 还有印度巴基斯坦 孟加拉 孟加拉 OK 然后在那个1947年的时候呢 这个英国这个地方 他们开始就是要撤去 就是要放弃这个地方的这个殖民地之后呢 然后呢 在1947年那边 他们就开始了做了这个印巴分治 所以呢 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 分为有东巴基斯坦跟西巴基斯坦 哦 那分别 西巴基斯坦 由谁来由谁来管理 治理这这两个不同的 不同的 没有 他们就自己独立了 他们就自己独立了 所以叫东巴西巴 嗯 对 那个时候是这样子 然后巴基斯坦 西巴基斯坦就是现在巴基斯坦 东兵 巴基斯坦呢 他就是现在的孟加拉 这样子 哦 对 嗯 对那为什么要把它分开来呢 就是因为他们宗教的关系 因为呢巴基斯坦跟东巴跟西巴 以前的话 他们都是以穆斯林为主 那中间的印度 当然才是就是以他们自己的印度教啦 这一些的 所以呢 在当时来讲的话 他们分开的时候呢 当然你很多的一些 历史的一些情节嘛 包括像 呃 印识你把这地方分开 然后呢 他们就有一些像什么 什么妻离止散啊 或者是家庭破碎啦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可是可是照你这样讲 他们是应该跟印度切割 而不是东巴跟西巴切割 对他们就是跟印度去做切割 那那东巴跟西巴的差异在哪里 为什么要切成两块 因为呢 两边还是主要都是以穆斯林的国家为主啊 然后一个第一 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东巴跟西巴 两边分很开嘛 那你中间加了一个大印度 你其实你要去管理来讲 其实是很不方便的一件事情啊 对那之后他们两边就各自独立了 所以 呃 东巴才改名叫做孟加啦 这样子 哦 所以 他你还没讲这个 现在的巴基斯坦 就是以前的西巴基斯坦就对了 对不对 那他土地面积到底有多大 他的土地面积的话呢 呃 哎 突然 突然考到我了 哈哈哈 因为你们要做单国深度之旅 一定要清楚 哦 他面积的话呢 是79万点6 79万平方公里 79 79点多少万啊 79.6 79.6 79.6万平方公里 对对对 我们是三万六千平方公里 所以是我们的几十倍大 好大啊 对啊 嗯 没有错 那他的话 北边的话呢 是三地为主 那南边的话就是以冲基的平原 那就是印度河的冲基平原 嗯 所以光像他的主要的城市来说 就是以南边的克拉茨为主 那克拉茨的话 光他的人口的话就已经超过了 接近快要 那个 其实算是那种非常 人口已经算非常多的那一种 嗯 对 OK 对啊 然后 我们进一段广告带回来 就就跟我们来分享 你们这个 嗯 顺便讲一下 从那个 从 如果是做太行 一定从曼谷转要多久 等等 待会儿回来 嗯 好 我们继续回到 超级玩乐大帝国的节目啊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 嘉宾旅行社的专业领队 林志宏 她的英文名字叫Arthur 那我们聊的是嘉宾旅行社 他们全新计划的一条 这个深度旅游行程 他们带领客人啊 到巴基斯坦 帕米尔高原 整个行程是15天 上个阶段我们就聊到了 现在去这个印度啊 大概分做新航 或是做太行 那当然了 如果做新航 就从新加坡转机 从太行 就从曼谷转机 Arthur你跟我们讲一下 就从曼谷飞过去多远 呃 你 呃 我们从曼谷过去的话 大概也差不多 四个小时左右 不算远了 对啊 其实不算远了 他就在印度的那一口而已啊 嗯嗯嗯所以就就过去啊 然后面积69万多平方公里啦 啊69万多 79.6万 79.6万 那就将近80万啊 将近80万 所以这个面积很大 我相信 15天也也只 也没办法看完全部了 对不对 对所以我们这次 这个行程主要是以北巴基斯坦 跟帕米尔高原为主 我们就没有去南边的 南北差异 北边是高原 对北边是高原 那南边是平原 是是冲击平原 对印度河的冲击原 对 OK 那而且他跟古文明 跟所谓人类的这个 四大文明的这个 这个都有关系 是他们四大文明的交界处 对不对 对 那主要就是说当时的像 呃 如果说以西方文明来讲的话 雅历山大大帝那个时候 最终他是到这个地方来 哦 东征的时候最终到这个地方来 那如果说以东方文明来讲的话呢 就玄奘大师 嗯 当时到天主取经的时候取道于此 所以这边在北边有非常多的这一些 哦 佛教的一些遗址 哦 佛教遗址 他们 哎 可是你刚刚先前又讲说 他们是伊斯兰教比较多 对他们是穆斯林 没有错 那可是现在又是佛教遗址 没有 佛教遗址是在很久 就是在 当时穆斯林还没有来这个地方 更早之前 嗯 对 对 那当然这边有 除了 所以他们从以前到现在 就是最早有佛教 然后之后也有印度教 那当然现在大部分呢 都信奉的是伊斯兰 哦 大部分都信伊斯兰教 对 所以因为这么多的宗教在一起 所以他这边的文化相对性就非常的多元 然后也非常的丰富 这样子 来我这里有准备一些图了 这个这个大概你们的 你们家设计的这个巴基斯坦 帕米尔高原15天 它的走法大概是这样 对不对 对 这边是 对 这边主要是以北巴基斯坦为 我们从哪里进去 然后拉荷尔 哦 在最下面啊 对 然后 然后慢慢往北边走 嗯 对 对 然后走到伊斯兰马巴德嘛 也就是他们的首都 伊斯兰马巴德意思就是伊斯兰教程这样子 然后再继续往上走 我们会走到那个斯瓦特山谷之后呢 再走这个中巴公路 就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公路之一 哇 然后一直到这个 呃 爱口那个地方哦 就是就是那个叫红奇拉普口岸 那就是他那个是中巴边境 嗯 然后再一直往南走回来 所以中国中国跟他也有交界 对 中国跟他也有交界 OK 看起来拉全程其实拉的蛮长的哦 对 其实坐车时间不满您说真的是还蛮长的 但是风景很漂亮哦 尤其是我们沿路的话呢 呃有非常多的一些天然的一些景观啊 然后而且我们也走了这个中巴公路 其实还蛮紧张刺激的哦 是哦 为什么那条公路会紧张刺激 因为它是 你说最危险的公路啊 对 它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公路之一 是因为地势还是 是什么原因 地势 是因为地势的关系 怎么样 它就一边它就山 非常陡峭的山 然后那边就是非常深的峡谷 哇 对 然后路大概就只能够通行一台 就是你只能勉强的这样子 汇车 哎呦 哎呦 那坐车上会不会很怂啊 其实久了就习惯 刚上去你会觉得 都睡着了 到底怎么回事 真的吗 这么恐怖 对啊 很可怕 然后前面又常常会 我们整路在走的时候 常常前面也会有一些小落石 那甚至会有一些大落石 那前面就会有工程车在修路 那我们就会被迫停下来 就是为了等它工程车把那个落石 把它移走这样子 哦 对对对 所以其实沿路都是这样子啊 嗯嗯嗯 就不是很宽 对不对 就不够 马路不是很宽 那个公路 对 而且这一个的海拔也相当的高 嗯 对它有到4000公尺啊 对所以呢 它的话 4000公尺 那就先跟客人讲了 如果有高山高原反应 嗯 对啊 所以我去也是有高山高原反应 你自己也有啊 对 所以我都会跟客人先讲好 然后我们也会带药上去 这样子 那你的反应是什么 高山高原反应 那些头痛啊 哦 头痛欲裂啊 这种 但是因为我有吃咽 对真的啊 高山症真的是这样子啊 但是因为我有吃药啦 所以还好 但是我之前去帕米尔高原的时候就是 呃 我之前我们公司有另外一团是去印度那一边的 哦 大米的高原啊 就客人的那边啊 所以我这一次去的是这一巴基斯坦这一边的啊 那所以我上次那一前一次去的时候 我就因为比较没有什么经验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真的非常的痛苦 不是那去这些去这些高山地区高山国家 有时候会准备氧气瓶吗 小氧气瓶给大家 对 那你们你们会不会准备 我们都准备到 准备到了 那怎么大家怎么分啊 呃当然就是每个人 我们就是好几个嘛 有需要的才去去吸这样子而已啊 真的啊 那不行啊 那不行啊 我可能就要一直吸啊 其实没有办法一直吸 你会太害 会有养中毒 对 对 通常都大概20分钟左右了 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都要让大家了解了 就因为去这样这样的国家有一些 行前的准备 然后行程途中你可能也要准备一些备品 以应应应不时之需 对 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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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不能给客人吃药嘛 所以我们在一些比较物理上面的 我们就会尽量准备给客人这样子 对对 因为你们不是不是医生不是药剂师 这是不行的 对对 大家先讲 所以先出发前报名前先让客人知道可能会碰到的情况啊 所以要去要去好玩的地方有时候就是 对然后要付出一些代价 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叫做旅游门诊 要去那个地方看 是哦 有这样的门诊哦 我还没听过耶 真的啊 他像我们去这种特殊地方 在每个县市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医院都会有一个叫做旅游门诊的 那你要开一些比较特殊的药都是要去那个地方 比如说像去非洲你要吃虐疾的药要打黄热病的疫苗 只有那个地方才有 对对对 是奎宁啊 对啊 对 好那去去巴基斯坦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巴基斯坦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哦 嗯 一个就高原反应高山反应要小心 对高原反应 然后因为我们这 那一个时候去的时候是11月的时候 就去年11月的时候 所以天气已经入秋 其实非常的冷 哦 海拔高嘛 对那我们当然因为去这个时间点 当然 衣服了 对衣服这一些的 其他我倒觉得还好啦 对那因为他的卫生习惯 其实跟印度也没什么两样 所以其实 呃腹泻的情形 肚子痛其实也会蛮常发生 会啊 哦那要那要做什么准备 呃 其实就饮水要小心嘛 就是对对 当然因为 准备一些要胃肠药就这样子了 哦 OK 不会有大病 不会有 就是 可能会有一些 卫生条件比较差的地方 大家就要小心 那你可能就不要 不要乱喝水 可能要自己准备这个呃呃 瓶装水等等的哈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啊 所以我说每次去这些地方 我都说觉得就是一个排毒之旅 哦是吗 OK 好我们我们来边看边看图边说边说故事 好 来我们这个是什么地方 这个呢是那个他那个拉荷尔的皇宫哦 他是皇家清真寺啦哦 皇家清真寺对那这个话是unisco的这一个呃地方哦 文化遗产 对他是文化遗产 然后里面的话呢主要就是他们当地的这个清真 拜拜的这个清真寺啊 嗯 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的这个建筑的话呢 是比较 哦呃伊斯兰式的啊 那所以我们所称为叫做蒙沃尔式的啦 蒙沃尔王朝那个时候这些建筑 然后就是 对 这个是寺庙不是皇宫哦 对不对 那两个是不一样的 皇家清真寺 皇家清真寺 很大对不对 看起来很大 整个腹地范围 对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 因为要进去参观 因为在对于像清真寺来讲的话 进去通常都是要脱鞋子进去 而且穿着 穿着打扮要注意 因为好像裙子也不能短裙 对不对 对 然后女性的话也要有头 那个面颈 这样子 也要 对对 要包起来 包起来 对 他们外面会提供啦 对不对 但是我都有跟客人说好 就是自己准备 比较好 比较卫生 对对对对 对 那这个就是 刚刚的清真寺的里面的这个 呃 拱廊这样子 哇 这个手工做的 这都是哦 对不对 雕塑 嗯 嗯 这仔细看的话 他其实里面 他这个外墙的话 这是用石膏去把它弄出来 工地刻一刻刻出来的 对 那所以他的这个 因为石膏比较软 所以他才能够刻出这么近细的这一些图案出来 好漂亮哦 真的是 对啊 真的是很漂亮 这个你现在拿的那一个的话呢是好像是我拍的 哈哈哈 然后他这个的话 为什么我拍这个 因为我们当地的导游说呢这个国家地理频道有一个照片 因为国家地理杂志 嗯 有一个照片就是在这个点台 嗯嗯嗯嗯 对啊 所以很漂亮 嗯对不对 壮观 这个这个就有意思了 这个是什么意思 嗯 哦这个是那个印巴的这个将棋典礼 那他们的这个比赛就是说两边看来的将棋的时候 他们的仪式 他们的仪式官啊哪一个地方做的最好最高啦 这个很有趣哦 嗯这个的话呢就是因为 感觉他们在打打闹闹啊 什么意思啊 对对对对 因为呢在印度跟巴基斯坦常年就是因为印巴分支的关系 所以他们常年其实处的不是那么的和睦啦 哦 但是因为他们又在 印在边境上面来讲的话又非常的长 所以呢这样在他们要降棋的时候都会有个降棋的仪式 嗯 这是在拉荷尔那个跟印度的那个交叉口 就是在他们的边境的地方 嗯 所以他们在降棋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去两边互相的去比赛 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做的这一个仪式 降棋仪式要做到最好最棒 然后呢包括从他们的选角开始 他们的人每一个的这个降棋官 身高至少180到190以上 哇那还不够哦 他们要比说看谁高 头上你看他的头上 还要放一个那种类似像机关的这一种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要比说我人比你大 我人比你高 我做的事情比你好 那甚至呢要取悦这些其他在旁边的这些观众们 所以他的动作就非常的夸张 他们包括踢正步要踢的看 我要踢的比你高 我喊的声音要比你大 两边的这些观众呢 也会开始在那边叫 就是说像我在巴基斯坦 我就要喊巴基斯坦巴基斯坦 印度那边就会喊印度印度印度 不是不是那我请问 这个棋如果是国棋 一个国家就一个棋啊 那他们两边怎么可能降同一面棋 就是这样是各自的啊 那各自降各自就好了 还要干嘛要有肢体动作去打来打去啊 他们就是要比赛就是要去比啊 就是说我做的比你好啊 我做的比你华丽啊这样子 不是我的意思我懂嘛 就是说印度有印度的棋 那我就在我家的棋杆降就好了 你在你家巴基斯坦降你家 我们两个井水不犯河水干嘛抢来抢去呢 就算 就变成变成一个表演对不对 对对就像是我要去跟他讲说 其实我们的军队是最好的 那另外一边当然不能失落这样子 那最后最后结果会怎么样 我们进一段光带回来啊 最通常这个戏嘛每天在演 因为骑每天要升骑每天要降 两边打打闹闹这样一晃十几二十年 这怪带回带回来啊 我们继续跟嘉宾旅行社的专业领队啊 阿瑟林志宏聊他们家设计的巴基斯坦帕米尔高原15天的行程 上个就在聊到了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戏嘛 我们会去参观就是说每天的将棋典礼啊 两边的将棋官啊 会上演这个 这到底这个叫什么秀啊 将棋典礼会上演一个比赛啊 双方在比赛那我刚就提出问题了 我说哎 你降你家的国家的棋 我降我家国家的棋 你来炒什么炒啊 在自己的土地上降棋就对了 那怎么会两边会起冲 类似假冲突这样对不对 那其实他们到底是合还是不合啊 他们因为 其实如果说政府来讲 当然是不合的啦 那其实对人民来讲是合的 那他们这个 因为他们只是一个比赛表演的一个情况 就有点像像像是摔角这样比赛啊 对但是他们又不没有任何的肢体冲突 他也不会到任何他们的国家的那个 他不会过去啊 不会到另外一边去 他们只是在那边嘿嘿这样子 哦很厉害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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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张牙无爪 可是这样这个图片看起来两边是是是是有比较密集接触啊 对不对一个是一个是土黄色的军服一个是灰蓝色的军服嘛对不对 对黑色的是属于这个呃 巴基斯坦这边黄色那边是属于印度的 那他们现在就是在踢正步嘛 所以他比赛说我踢的比你还要高哦 哦这个叫踢正步哦 我看起来怎么像李小龙在在在飞踢了 啊没有他们在踢正步 那我请问一下那最后来这个系最后是怎么样 大家踢来踢去踢高踢来踢最后来 最后就旁边 然后也还要比赛那个两边的这个观众的这个叫声 加油声啊加油声啊对那看哪边比较高啊 然后最后就起就降下就结束了啊 不是那他们在下面踢降器官在那边降就对了 对对对哦各自各自降各自 各自降各自的但是非常的热闹很有趣 光他们这些仪式你就觉得说 你可以融入到巴基斯坦里面 然后我每个人还发一面巴基斯坦的气 在那边帮他们加油 是哦这个不不碍事来这个什么地方 这一个的话呢就是呃 曼基亚拉佛塔 哦这是个佛塔 对那他其实他是算是一个修道院啊佛教的修道院 看起来都空掉了 这这里面应该没有错 因为呢这个已经很久很久了 因为那个从当时玄奘来天主取经的时候 就因为有取到过这个地方来 所以在他的沿路来讲就以前来讲就很多的佛教的修道院 那你刚你现在这个图片其实里面呢都是有佛就是有这个神像在里面的 嗯但是这个是后来修复的 嗯因为是后来修复的那因为他们现在的宗教是以伊斯兰教来为主 那伊斯兰教的话他们是不拜任何崇拜任何的偶像 所以他们不会把他复原上去 包括他那个地方本来有很多的一些佛的这个底座 哦就是那个佛呃做佛的那种底座 其实只有底座而已上面的都不见了 就拿走了因为那跟他们的教义不合 对不对 所以跟他们现在教义不同 嗯就拿走了 哦对所以他这个都是后来复原的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照片其实还蛮新的 哎他们都是石器哦用石头一块一块的堆积起来的哦 对对对因为这是后来弄的 所以你就看好方正其实应该不是这样子 哦真的啊 对啊 来这个地方就是相对自在地势比较高 哦这个就是在上面的地方拍下来的 其实是刚刚的那个照片 他是从上面拍下来的 所以他原来他就是一个在山上的一个佛道的修道园 好大哎 对非常的大 然后还有分为就是主要的修道的地方 然后餐厅还有会议室 然后还有这些其他的那一种就是和尚的这个休息区这些地方的 奇怪怎么都没有唐三藏的这个形式 哈哈哈对不对 而且这个三国不不不不那个西游记里面为什么没有写写到这里啊 对不对 啊这个是谁这你拍的对不对 我一看就知道这你拍的啊 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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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女生哎对不对 来这一套 重点是那不是吧 应该是要从后面这开车子 少来一套你们这些领队 来啊 所以这是哪里 这个的话呢是他们的那个 呃就是那个叫什么 公车 不是不是公车 是truck tr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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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车 卡车 运货的卡车 那他们的卡车司机来讲的话很喜欢在这个他们的车子上做任何的这些装饰啦装饰啦这个的 其实做起来有点像我们台湾的王船 你觉得吗 对对对对对对 这有一点啊 有一点就是这个 我都不好意思 你看上面那一个 你看上面那一个就真的很像 然后色彩非常缤分 他们的每一个卡车司机都很喜欢做这种东西 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他们晚上还会点灯 我整台车霓虹闪烁 然后他们的那个除了这个以外 他们的喇叭也是非常的花俏 花里胡哨 按下去等了 等等等等 什么声音都有 就是要炫耀 还是怎么样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让他们觉得开车来讲不会觉得很无聊 就非常好玩的一个 然后每一台车都是这样子 对啊这个这个是街头街头的景色了 对不对 对非常好玩 那这位女士 你是这个帮他拍拍拍下来的用意 对对了 是怎么样对啊 好没有这只是一个客人的照片 那我们就顺便把它拿给你们探讨了 呵呵 扫了一套 哎好 那这个呢 好这个就是一些佛教的一些遗址 就是在这个言法特山谷的这个路上 那我有刚刚有讲到就是以前 就是玄奘因为有来过这个地方 所以他的一个取经的道路 其实后来的一些信徒也好 或者是修道士也好 就是佛教的这种和尚也好 那他们在沿着这个 以前玄奘走的这个路上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去休息的时候 或者是说想觉得这地方不错 然后就在那边开始 想要修道就开始磕了一个 这个佛像在那个地方这样子 对所以这都是天然的 这都是天然在旁边的石头上面刻的 不是我的意思说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沿途 看到这个地方想要拜拜了 就刻一个佛来拜就对了 对然后可能就在那边开始修行这样子 他可能觉得这地方不错 然后就在那边修行 然后沿路都是都蛮多的 就不走咯 这样修行就不走咯 可能他可能修行一阵子就会离开 或者是继续在那里 有可能 他怎么不动手用雕刻的 而是用画的 用刻的 真的是用刻的 因为他那个是有石头 所以他用是用刻的 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就是 像这一些石头 那个我听当地的导人是说 像这些石头来讲的话 他起了两个作用 一个当然就是说除了给当地的人 给他自己来去作为朝拜之外 那也可以就是给其他的人 如果说有路过这边 他也知道说原来这条路是正确的 有点类似像我们叫指标的一个作用 就是说就是后面要来走走这条路朝圣的 看到了这个他就会知道 我没走错 从这个地方 对没有错 OK 来这个是什么 哦 这个是我们住的饭店 这是饭店哦 对 这是我们住的饭店 这个建筑不知道是什么格局 它的话 因为我们整路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 住在这种地方 巴基斯坦住宿条件会不会很差 或什么之类的 其实没有 其实像这些的话 我们其实找的 我们嘉宾的话主要住的都还不错 那很多的就是 他们这边有一个系列的饭店 叫Sierra系列的这种饭店 它每一个饭店都非常的好 然后甚至就是它的服务 或者是说它找的地点 都是非常棒 像这个的话 它就是在这一个奇拉斯那边 然后整个房间也不是很多 但是它就是以这个精品这个饭店为主 甚至它提供了这个餐点 应该我有一张照片是餐点的 这个吗 鱼吃鱼哦 对 对 这个是他们这边 奇拉斯山谷这边的河里面 就是产的这个尊鱼 尊鱼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客人说 我们来吃个鱼吧 然后他的这个主厨非常的厉害 就是一个醒男主厨 然后就把它弄的 你看这个摆盘啊什么的 做的非常的好 这样子 对 他这个还有一些 这个可能是那个叫卤笋 是不是 对 对 然后青豆 青豆 然后旁边那一个的话是杏仁 杏桃酱 甜的 甜酱 对 所以他们吃鱼习惯是配甜的酱 这应该已经是一个创意料理了 不是不是传统 对啊 对不对 所以你其实知道那种地方 你可以知道这么算 那边算高档的料理 我觉得已经很厉害 对对对 好 所以 这个是一个 吃的吃住来讲都不错 吃住都不错 好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待会儿啊 继续我们看图说故事 来继续回到超级玩乐大帝国的节目 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 嘉宾旅行社 他们的国际领队林志宏 阿瑟 我们聊的是嘉宾设计的一个 巴基斯坦帕米尔高原 15天的行程 那这个15天当然 算稀有了 因为巴基斯坦过去很少人 很少人去嘛 那他们现在希望嘉宾旅行社 希望把他们 做出来变成一个系列团 那当然包括这个 时速的安排啊 景点的这个动线等等啊 都都必须用功 我们看图说故事 这是哪里啊 这个话也是一个 佛 他在吉尔吉斯 吉特 那他也算是一个佛教的一个遗迹 那因为他这个比较特别 就是说他是在山壁上面 那所以呢 在人为的破坏上面来讲 就比较少一点 那就是大自然的力量了 风吹啊什么的 对不对 不然的话他就有可能 因为他们的宗教的一些不同 有些比较激进的分子的话 他们就会把他们弄坏掉 那他比较幸运的是 因为他在比较高的山上 山壁上 所以比较不容易去接触到 所以他就保留就比较完整 这很妙 就是说我们 现在明明就已经是一个伊斯兰教的这个这个为主的国家 但沿线我们看的都是佛教的遗迹 对 这很妙 对啊 没有错 这个改不掉 这个我就不知道正面反面是什么了 这张图 这张图要怎么看 你刚刚拿的是正确的 这样是正确的 这个是古代思路遗迹 思路遗迹来怎么说 有什么蛛丝马迹可以看得出来是跟思路 你刚刚这样子 其实我们是在河岸的这一边去看对面 那他是在山壁上面 类似一个像Z字形那种枝字形的这种路 所以 所以这是在整个 一整片山 我们看到那个横条这些东西是马路 是道路 山路 对是道路 对是以前的思路的遗迹 古代思路遗迹 现在不能走了 没人 现在不能走了 现在有新的路了 没有人会走 但是在对于有一些像 喜欢践行的 没有喜欢践行的 喜欢爬山的 这一些他们会去走这个 这应该有一点危险吧 年久失修啊 对 没错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团体也是这样子看的 其实说真的我也不知道说他到底路况是怎么样 而且从从哪里进去从哪里出也不知道 就是看到了有这个路 对对对对就可以想像 这个很壮观真的很壮观 你可以觉得说哇这么久以前的东西竟然留了这么的完整 没有我觉得更伟大是你来去想想看那些宗教信仰的 他们可以这个千辛万苦啊 就是跋涉对不对 走这样子的路去去达到他们想要去去去的地方啊 没错没错这个实在是还厉害 对来这个看起来就整个又不一样啦 你看呃 喔這一個的話 就是阿塔巴德湖 對阿塔巴德湖 那這個阿塔巴德湖 它其實是一個淹色湖 因為它是旁邊的這個山 其實山的落石之後所形成下來的 那在那個地方它就 因為淹色湖的關係 所以就很平靜 那做這個彩虹船 他們的船其實是木頭做 那下面的話就塗上 艷艷的彩虹的顏色 所以我們稱之間叫彩虹船 喔來 這真的漂亮啊 這你拍的啊 對啊就很平靜啊 就讓你在那邊 然後我們就帶客人下去坐船 所以旁邊那是 前面是兩個是我的客人 然後 它的湖水是蒂粉里蘭 對啊為什麼這麼漂亮啊 湖裡面的礦物不一樣的 我覺得應該是 對當然也是這樣啊 然後它的這個光線的這個折射的影子出來 好美喔 就讓你覺得很美 對 那我們坐船是由整個湖走一圈還是什麼 因為這個湖看起來要往前 太大了 那個那個湖太大了 我們就是重點坐一下 然後大概一個小時這樣子而已 沿途應該很安靜 除了船的馬達聲 沒有別的聲音了 非常的安靜 然後 對就只有船的馬達聲 那除了看這個湖 湖光和山色以外 還有什麼沿途有什麼生態 沒有 沿途的生態就是一些小動物而已啦 對啊小動物然後 有土拔鼠 我跑到湖邊去看土拔鼠 對不對啊 我真靜的阿瑟 很可愛 很可愛 這是不是又是一個旅館啊 好漂亮 對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一個阿塔巴德湖的旁邊的旅館 我們就住在旅館湖的旁邊 住一晚 對我們就在湖的旁邊住一晚 對所以我們這個窗戶我特別拍這個 就是他每個房間窗戶一打開 就可以看得到這個阿塔巴德湖 而且你看這個窗很妙 他們是用木頭做的這個 那個窗框 對不對 沒錯沒錯 沒有用鋁 或不鏽鋼 所以我們的飯店都選的都非常的不錯 那客人也很喜歡這樣子 而且每一個房間都是麵糊 不是到了晚上這個就萬賴聚集了 就很安靜啊 我們就是看湖而已 就這從房間裡往外看就這個樣 對啊對啊沒錯啊 然後你看他的隔間跟隔壁隔間是用石頭 對然後用網網住 對對對 奇怪耶 很漂亮很漂亮非常漂亮 可是這個隔音非常的鄰近 隔音不好啦 怎麼可能 沒有人要做這種事情什麼東西 不是啊你講話大聲隔音就不好了嗎 你想到哪裡去了這位 這位跟我們連線的叫林志鴻 聽到朋友你看 沒有他想到哪裡去了 隔壁如果在吵架的話 如果說隔壁如果在吵架的話 你說我想到哪裡去了 我只是看到這個石頭 我想要有縫聲音會傳出來 你就說誰會去做這種事 真該說我告訴你 來來來這個是什麼 這個的話是我們去看那個日出的一個地方 叫做香拉山愛孔的地方 山上有雪耶 對對對 因為我們去的時候是11月 所以他現在開始已經積雪了 ok ok 然後我們一大早就上去 我們大概3點鐘就出 4點吧 4點的時候出門 就是為了去看日出 天都還沒亮就去了 對我們就去看日出 天沒亮沒關係 多冷啊 那個時候日出前最冷耶 超級的冷 對啊 都一直在罵髒話 有那麼多的 那你自己沒有 沒有帶羽絨衣或雪衣 有 有帶 有啦我們有啦 只是說還是很冷很冷很冷 就是太冷了 對啊 不過我就覺得 現在覺得想起來都覺得還好 也沒有特別的 對啊 來來來看這個日出就壯觀了 哦 對這個就是日出 對 這一個金光 對而且他剛好 日出的陽光灑在 照在這個山山上的時候 就好像黃金的感覺 真的那個顏色好漂亮 對 你的攝影技術很棒耶 嗯取景啊什麼的 就這幾張可以看而已 其實我也是這樣想好不好 哈哈哈哈 來來來來這個 這個是他們首都伊斯蘭馬巴特的這個國家清真室 國家清真室 造型就不一樣 現代比較現代 對一般來講很多的一些清真室都是很正常 那種圓頂啊 那種穹頂造型 對不對 那這一個的話 對那這一個的話 他是特別找這個設計師 土耳其的設計師 設計師蓋 來去這個蓋 那他的話很多人 那個時候剛蓋很多的一些保守分子 所以就是說保守的一些淨土 就說他這個根本不是那種清真室的樣子 怎麼可以這樣 怎麼會長這樣子呢 但是呢土耳其的那一個建築師就跟他們講說 其實我的idea是從哪邊開始的 就是從以前這些先知們 他們在沙漠裡面搭的帳篷的樣子 把先知都端出來 你就不好在批評什麼啦 對不對 對所以他是帳篷的樣子 哦 OK 所以也蠻有理念的 來這個 那些人就 這個的話是巴基斯坦的紀念碑 那 對 那他的是一個 扇形 類似像貝殼狀的那種扇形 就有點像是那個 雪梨歌劇的那種貝殼那種 那種樣子 然後他的話每一個就是代表的就是 代表就是巴基斯坦人民的團結 然後他們的堅忍 他們的堅毅這些 就是這樣子 OK 好 來這個 這個的話呢 是在伊斯蘭瑪巴德的 有一個叫做卡烏拉礦場的一個地方 那裡面的話主要就是以這個粉紅礦鹽為主 粉紅色的礦鹽 對 那全世界有很多地方是生產這個粉紅色的礦鹽 像歐洲的那個波蘭那地方也有 那這個地方是全世界第二大的 所以他主要裡面就是產的是這個礦鹽 然後你現在看到這個 它的岩石是粉紅色的 粉紅色的 那你現在看到那個圖片的話 它是由這個礦鹽把它堆積起來的這個 一個塔 對 這個塔有沒有特殊 而且它是在洞穴裡面 就在礦坑裡面 對就在礦坑裡面 然後礦坑裡面除了這個塔之外 它有做很多不同造型的一些建築 包括小的清真寺 還有小的一些 這個礦坑這麼礦場這麼大 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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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洞裡 對啊 而且最特別的是他們裡面有一個醫院 那這個醫院 坑這麼大 可以蓋醫院蓋清真寺 對 但是它的醫院是做小的 不是大的 它的醫院主要是幹嘛的 它是讓有一些 可能有些呼吸道疾病人進去裡面躺的 因為他們認為是說像這些鹽的話 對於呼吸道系統來講 有非常好療癒的效果 哦 那結果 那 所以 在那邊就有好幾個病床 就是給這些有呼吸道病 的一些人在裡面 那當然對我們來講 這些鹽也有那種進化的那種效果 哦 像我們台灣不是有賣很多那種鹽燈嗎 對 對 都是從那個區出來的 對 沒錯 沒有 可是鹽燈是這樣 它那個鹽 不是鹽石的鹽 是sort 是鹽巴的鹽 對不對 對對對 沒錯 對啦 那個很多了 現在有一些高檔的牛排館 他們在熟成 他們也會給這種東西 對 它就是把它四面鋪了這個粉紅色的鹽鹽 然後呢 讓肉去吸那個味道鹹味 然後做熟成的動作 嗯 沒錯沒錯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產地了 對到了產地來看這個東西 而且他們這邊賣很便宜很便宜 很便宜 很便宜 聽說那個本來就很便宜了 只是只是到了 對 進口可能要關稅啊什麼的 就會當然價錢就往上漲了 沒有錯沒有錯 好的我們圖片剛好也用完了 然後呢今天節目已經時間已經到了 聽眾朋友 如果你想要去這個海外旅遊 一些獨特的地方啊 嘉賓旅行社 他們設計了一條巴基斯坦帕米爾高原15天的行程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去尋找 相關的資料 那麼很可惜我們今天沒有聊到帕米爾高原 還是整個區域都在帕米爾高原上面 整個區域有一半都在帕米爾高原 有一半都在那裡 好今天謝謝嘉賓旅行社的領隊 Arthur 林志宏的時間 希望下次有機會 你們在開發特殊的行程的時候 再來跟我們來分享好不好 拜拜 好的謝謝你 再見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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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